主席,我请张部长 张部长请 六号 部长 公务员会不会生病? 公务员会不会生病? 当会生病 公务员生病可不可以请假? 请假的时候用什么证明? 看情况 要医院证明 要请医院证明 我感冒三天,我用什么证明? 他只要有开证疗所或任何大医院都可以 小医院不行吗? 小医院可以啊 证疗所 再过来 再过来就是说 我开刀或是精神病患 那些精神病患会不会只有病两天三天? 据我的经验 一般的精神病患会应该会长时间的请假 对 好 那既然你已经发现他是长期请假了 对不对 对 那你为什么 这个都是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的事实的 你还要拿他教学医院 不是 教学医院 那什么叫医院 什么教学医院 你级别 你知道吗? 不是 我们基本上就是说 他 列明 教学医院 一般的医院 他开具的有关各种的证明 我们一般的医院 是比较 我们认为他品质可能是不够 所以我们一定要正式的有关教学医院 教学医院一定是规模非常大 而且有口碑的 张部长 对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愿意在公务员的 辛辛苦苦工作的以后 去得到这个精神病患 也没有人愿意说 我就得到精神病患 自己就赶快去拿一个证明来 所以刚刚的陈杰如委员讲的非常正确 对不对 你不要排斥他 他已经生病很久了 已经没有办法上班了 他自己自动就会去办理退休 家属就会办理退休 不要你去拿这些 那些证明他对这些 你要他拿这些教学医院 你有没有到过教学医院去 那些医师这么好拜托吗 这么好拜托吗 那些医师啊 就长坑医院就是教学医院啊 你知道吗 鼠立医院是不是教学医院 不是啦 是区域医院 区域医院你看看 对不对 连陈水扁 都换了一点点小毛病 他都不敢看了 你到长坑医院 像我爸爸妈妈在那里开刀 对不对 拜托他出一个证明 要申请外劳 你知道他怎么讲 明明是开刀哦 明明是那个重病哦 他就是不开啊 所以你写这个东西啊 我跟你讲 平安心讲 这不知人间烟火 不食人间烟火 所以我是跟你讲 就是说 公务人员 因为工作忙碌 得到这些精神病患 或是什么 你应该同情他 让他继续 继续领薪水 因为那些人都很可怜的 家属也很可怜的 到实在是没有办法 他自己自动就会请职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还要加那 所以我支持 陈杰如版本 就把那条删掉 对你没有影响嘛 你们为什么要一定要 还要更严格 要教学医院呢 我觉得 并不是更严格 实际上我们是放宽了 哦 你错了 假如你今天去 你今天有一天 你去叫 譬如 譬如你家里人 或是你自己去要申请外劳 你去看看 你去 你去台大医院 你去长庚医院 绝对百分之百 不会帮你开 对 不敢证明嘛 你知道吗 你现在连 陈水扁的事情 鼠地讨厌医院也不敢开啊 所以这一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刚刚证监财委员 讲的也没有错啊 他讲了 你参加原住民特考 你本身就要有这个啊 你被发现没有 那你当然就要 取消你资格啊 这样的题 你们也要反对 基本上 因为最主要就是说 如果他要 原住民特考及格 我们是以他及格就具备有 不是 我请问你嘛 原住民特考 有没有规定 一定原住民才可以考 规定原住民 对啊 那原住民有资格可以考 那当然是没有资格考 那不是混过来的吗 骗人吗 那当然就发现 就像我们中华民国国籍 还有其他国籍 刚才他们讲的一样嘛 所以 脑筋要清楚一点 好不好 这个事再过来 我跟廖言报告 实际上这个 除了是 部里面提出 以关 各种修正常 之外 这是经过考试院 考试委员 他们共同的一个决定 那考试委员里面 又有医生 实际上 他们就站在医生的立场 他们提出的 我不敢讲说 这医生都是班德了 要打屁股 对不对 这些人都已经讲得很清楚 我们都当公务员 当这么久了 随便一起得这个精神病患 而且得病 你今天就叫他 哦 一起到得病 忙他就去 你赶快退休 拿去走吧 这么残忍吗 对 我们都拜托他去住院 好好去 对不对 要爱心一点嘛 对不对 没关系 你很快就会好 你就再好好修养 你还要安慰他咧 让他病趕快安慰 你不是这样子 哦 你精神病患 趕快去退休 趕快走开 不可以这样子啊 张部长 你看你们这些委员 这种 这种没有血性的人格 真的不好 你知道吗 OK 我知道 你知道 所以等一下 我们都会把它删掉 我们会支持 陈杰如委员的意见 你知道吗 我也会支持 郑天才委员的意见 你知道吗 你要像我嘛 我以前当局长的时候 对不对 我办公室常常骂我讲的 我的同仁只要怀孕 回家休息 保证你烤鸡夹的 让他高枕无忧 好好把小孩生下来 一辈子感谢你啊 这是我来以后 已经把这点也纳入我们的年度烤鸡 凡是怀孕 都不纳入我们75%的范围 你这样很好 他一辈子感谢 而且要像我一样 送六瓶奶粉给他 你做得到吗 这样大家感谢你嘛 所以我想说今天这个 公文研任用法里面 公文研好不容易考取 要怎么样把司机带起来 就是看你所长怎么照顾他 你知道吗 事故怎么照顾他 好 带过来就说 那第二款的部分 既中华民国国籍 兼既外国国籍 但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直线 然后请问你 但其他法律另有规定 譬如哪些 国籍法 根据国籍法规定 不是 现在有国籍法里面 有哪些可以当公委员的 是哪一项 研究研究人员 研究像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 还医师 医师像 他们并没有强制的规定 教师 教师 教授 研究人和教授 好 那所以等一下 求自我有人提出来的 你们就要慎重 如果说像 犯了第二款的 那可能像刚才说 研究员啊 或是教师啊 这个可能 到时候不要变成 也捡到这里面去 就麻烦了 好不好 所以我要提醒你要注意一下 好 是吧 所以我想说 那个那个 你部长是管这个全系 公务人员的 这个事情不能被你击挂 不要像行政院最近呢 公务员的慰勞金 把所有的公务员的司机都击挂了 我很担心 你如果不到 陈杰如委员的意见 公务员就被你击挂了 你知道吗 不會 会啊 刚才你讲说 连考试委员都这样 哇 我听到以后 真的是 怎么都是请了一些没有写信的委员 还好我们立法院就跟考试委员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比较温暖 比较有写信 我跟耀文 实际上这个案子 实际上在考试院他们使的 也非常慎重 也开了三次的使堂会 才做出这么一件 哎呀你看我一听 陈杰如委员一讲 我就听得懂 你们怎么听不懂呢 OK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你的血不一样 跟我们的血不一样嘛 我们是真正 你们提亮血民嘛 你们不是 你是高高在上 所以那个血就不一 流的就不一样嘛 绝对不会 我们流的血是一样 对不对 不一样啦 我们流的血是有温暖的血 你那血是 那个 没有血性的 没有人性的一个血 不不不不 这这样 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部长 能够接受我们委员的意见 你看 刚才陈杰如委员所讲的 说上一届 他唯一遗案没有通过的法令 陈委员你放心 我们支持你好不好 这次让你过关